各种职业的英文单词跟力语这些都蛮实用 我们前面一个系列讲人体的奇怪 我们人身体里面当然跟我们很亲近 各行各页的名称这也是非常实用的 先念一下 She's a famous fashion designer My aunt is a desk clerk in a department store This company is a software developer It's a career diplomat The producer and the director quarreled about the film Sound disc jockeys DJ in the radio Talk and tell jokes between songs A district attorney prosecute criminal cases for the government Maria Callers was a famous diva for many years If you have a pain in your chest You ought to see a doctor You will have a done at Cambridge 这些字 它是一个很有名的 Fashion designer Fashion就是流行 流行的设计者 设计师 那中文怎么翻呢 时装设计师 时装嘛 要流行嘛 所以时装设计师 所以时装设计师 Designer是设计师 当然我们选Designer 他有各种设计师嘛 这边再加一个Fashion 就变成时装设计师啊 我的婶生啊 是一个Desperate Clerk Clerk是职员的意思 加一个桌子 桌子的职员 什么意思啊 在Department Store 这复合字啊 它是一个字啊 看起来形式上 字面上是两个字 它一个意思 叫复合字 复合字有时候两个字 连在一起 有时候中文加一个短杠 有时候就像这样子 就两个字分开来 甚至有三个 四个 最多大概到四个吧 也不会再多了 我的这个 沈申啊 我的阿姨啊 因为英文不分啦 是百货公司的文职人员 做办公桌的 不是做柜台的 也不是站在外面的 我们叫文职人员 是做办公桌的职员 Designer Clerk 可能管那个人事啊 管财务啊 这些的 而这公司啊 是一个Software Developer Developer也可以是公司 也可以是人啊 就开发者 Software就是软体开发商 也可以是软体开发公司 软体开发商 软体开发人 都可以Developer 就是开发者 或者是促进者 Diplomate 是外交官啦 形容是Diplomatic Career是生涯的啊 那你说生涯 他是一个生涯外交官啊 这个大家听不懂啊 这边就不能讲生涯 Career讲职业啊 因为生涯就是他的职业嘛 他以什么职业为他的生涯规划 他是一个职业外交官 Career Diplomat 经常用这个 所以有些约定俗人 叫Career Diplomat 就不用什么Professional 这些词就不用什么专业的 那些东西啊 也叫语言 叫约定俗成嘛 大概你习惯讲一个啊 虽然另外的词 字啊 也合理 可是他讲习惯 就不要另创啊 所以一般英文不好的 就觉得 他不知道有些字 人家已经先占 先已经先用 我又有另外一个字 老外就说 哦 你不是道地 你不是NativeSpeaker啊 就像马云 我听到马云讲 哦 听力没问题 讲得好溜啊 好顺哦 发音也蛮好的 马云的发音 当然以高层次来讲 那发音是不行的 就像蒋夫人一样 那我听到他发音不行啊 可是那是用高层次来看 高水来看 一般水来讲 蒋夫人的英文 这样发音很好啊 马云的发音很好 但是因为我是研究英文的 那当然以我的高标准来看 马云的发音很烂 蒋夫人的发音很烂 蒋夫人的发音很烂 所以这个是没办法啊 就像你说 有的人觉得五千万的人 哦 很有钱啊 这有钱五千万 穷得要命啊 你没有个几十亿 不要跟我讲话 这个意思啊 但是 所以有很多 有些老外 我看那个 马云的演讲 YouTube下面有些人说 哎呦 马云的英文真的很棒啊 因为他本来就是英文老师嘛 以前嘛 但是有的老外也不客气 他讲话好像翻译机讲话 因为他讲得很溜啊 可是仔细 以高标准来看 他的文法结构啊 用之浅实 那当然查了去啊 只是说讲得很溜 比如呢 就像台湾以前那个Bar Girl 在基隆什么 哇 那个酒家女孩 跟老外 美国大批讲得很溜啊 因为他讲得很棒 英文好一听 他讲傻子东西啊 呃 这个producer是制片人啊 电影制片人跟 导演 电影导演啊 吵架 为了电影啊 到底要请谁当男女出角啊 到底拍片的方向啊 吵架 所以制片人producer 就是制造主的意思 第二个体制管理者啊 什么董事会啊 董事啊 这边是当电影导演啊 我们讲DJ DJ谁都懂啊 就是DJ有两种啊 一种就是说 什么大琴啊 跳舞啊 到那个夜店啊 俱乐部啊 放唱片的什么东西啊 那另外就是 最早是讲那个 宝部电台啊 他放音乐啊 Dish Jockey啊 就负责放唱片了 他在那个 在那个 在那个 这个radio就是电台啊 他经常会讲 一起说一些笑话 因为有时候嘛 你说 我想介绍啊 有个新做的唱片 那些唱片 都是电影 都是 唱片公司提供啊 每天都收到好几张 新唱片 新的CD等等啊 他就放啊 介绍嘛 那有时候 当然要拿点回扣嘛 拿点好处嘛 拿点佣金嘛 拿点小费嘛 唱片公司 哎 这个DJ啊 张先生李小姐啊 我们今天寄过去 新的袋子啊 你收到 帮我放一下啊 我请你吃个饭 我赚吃饭 我送点钱给你啊 帮我们多一 美言几句 这没办法 他要赚钱嘛 因为他们薪水不高 所以他在放 哎 我想播哪一首歌 其实 你不能连续播 连续播的话 这个他是无所谓啊 观众会觉得很听众啊 会觉得很累 老是听啊 所以他有时候 这个播放一首 再下一首讲 讲个笑话啊 讲个笑话 讲个什么事情 讲 District Attorney 这边 A attorney 本来是律师 这边就不是律师 检察官 前面加个District 叫地区的检察官 这就不是那个 本来 警察官是prosecutor 但是美国常用District Attorney 他起诉啊 prosecutor 一般讲警察官啊 所以有时候 中文式的英文 跟真正外国人讲的 有时候又不太一样啊 所以我们要多了解外国人 所以常常看那个美剧啊 美国电影啊 就了解他们的讲法啊 他起诉了一个 在一个犯罪案件 他起诉了啊 就是提告啊 因为警察官是代表政府 Maria Keller 她是一个很有名的这段女 人名字 Maria 一体女孩子啊 所以菲律宾啊 她们的菲傭啊 她们叫玛丽 Maria的特别多啊 为什么啊 她是天主教国家啊 圣母玛丽啊 所以叫玛丽啊 一大堆啊 台湾就是什么 什么建国啦 台生啊 一大堆男的啊 那女的啊 什么什么苏芬啊 什么什么 什么芬啊 什么荣啊 一大堆啊 蔡琴啊 蔡市长 一到蔡市长 苏芬啊 一大堆女的啊 干嘛叫我啊 女人多说 一个什么演唱会电 台生啊 建国一大堆男的 啊干嘛 有什么事啊 那像我们以前当记者 在开玩笑 随便 陆招啊 这个招牌啊 从掉下来 随便找就找到记者了 这表现很多啊 当然像记者的水准 已经低到历史性低啊 水平啊 低到不行啊 啊 就是歌剧名名 啊 唱歌剧 歌剧女演员啊 她是 有名了很多年 啊 如果你胸部啊 确实胸部啊 感到疼痛啊 你应该去看一个医生啊 Durter Durter Durter也可以是博士啊 Durter有很多种内科 外科啊 神经科啊 一大堆啊 骨科啊 Eason Dan 这个字只有三个字母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他真是比较英博士的啊 就 剑桥啊 剑桥大学的 老师 一般讲大学老师啊 Durter就是大学老师的意思啊 自己讲这个 Durter